内威尔提威《自然效应物质结果》的演讲第二部分 想象带来现实体验 这就是我所有讲述的前提 别以为有某一时刻你的想象能止息下来 因为那证据明摆着 所以一个人播种什么 他就会收割什么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到来的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忘记了 在那一个时刻 你事实上想象了什么 于是乎你没能认出 它们和这自然界的物质结果之间 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自然界的物质结果 永远都有一个精神心灵的始因 而根本不是一个自然界的物质始因 自然界的物质始因 只是看到某个特定的表面模式 看上去好像真有那个始因 这是一个因为记忆的遗忘而导致的错觉 所以别让任何人跟你说 你能够追踪到物质始因 物质始因也就是自然的始因 根本不是始因 它是结果 所有的始因都是精神心灵 来自于精神心灵的 我的意思就是在说 想象 因为人全是想象力 而神就是人 并且就存在于我们内在之中 人的永恒真正的身体 就是这个想象力 而这个想象力 就是神他自我 而神就是这个唯一的源头 把这真相放在心里 那么你 就永远不再向外推卸责任 你在这个世界里所遭遇的事情 你就不会指责归咎于任何人 这里没有一个人 你能够冲着他喊 现在好了 这都是你导致的 别接受任何人对着你说这样的话 如果他们这么做 你只需无视 直接忽略他 因为他们正在把这归咎于别人 否定自我 通过他们的想象 带入他们的早上 中午 晚上 所以 一个人坐在那里 去想象着别人的丑恶 讨厌的事情 想着某一群体 社会的那些丑恶 厌恶的事情 好了 他们就正在制造和形成这些 让他厌恶的事情 而这些令他烦恼厌恶不愉快的事物 不是来自于外面的某个人 某个群体 某个政府 社会 而只是来自于他的自我 所以 如果你明白了这真正的因果 你们回家就开始这样去生活 当你遭遇了那些令你不愉快 厌恶的 烦恼的事情时 不要去归咎于别人 归咎于社会 那真正的原因是你自己那绝妙的人类想象力 你会承认这些令你不愉快的遭遇 是你之前无自觉 无意识所想的 而你忘记当初你怎么想象的 那么此刻 翻转你对于这些事 这些人的看法 去设想你想要看到的这个人 这件事是什么样的 确信他 坚定地相信你所想象的 令你愉快的哪些情景 当你明白真正的因果 明白真正的原因是 你自己内在的想象 你就知道去做什么 而我们是那主动超重性的力量 因此 我们必须去做 不仅仅只是明白这道理 而是必须这么去做 当我在内心里这么去做了 我就不会再把外在发生的一切 当成超越内在之上的力量 我会知道如何去管理自己 有一时自觉地去营造我喜欢的外在生活 因为就在当下的这一秒 我开始去应用它 我真正应用我的想象力 如果我知道这么做了 而我不去这么做 好吧 那我依然会成为这外在世界的奴隶 依然会把我自己的不幸和不快 归咎于外在的某个人 某件事 而我不会转向我自己的内在 那绝妙的真正的原因 那绝妙的人类想象力 所以 现场的所有人 去练习运用你的想象力 把这练习融入到你日常生活中 而且 让我告诉你们 这不会无效 你不会失败的 现在 让我们进入寂静 如同我已经阐明的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情绪的过滤池 并且给我们的情绪贴上各种标签 因此 如果你偏要待在某一特定的情绪里的话 给某个情绪贴上 举上失望 失去勇气等等 这样 那样的标签 最终它们都会造成损伤 你会发现 它们会把你的标签 留在这些过滤器上 因为这身体 就是情绪的过滤器 要明白 首要是要去弄明白 它就是这样的机制 然后停止 或者尝试去改变 这些流行的广泛情绪 你知道 你有很多朋友 无论你什么时候碰见它们 它们就会在诉苦 不满 抱怨 总是在不停地诉苦 那么 这几乎成了 伴随着它们的一个 永固状态 现在 去辨别它们 占用的那个意识状态 和占用者之间的区别 那占用者 和所占用的那个意识状态 是两回事 但如果它们 持续住在同一状态里 经过一个 足够长的时间 它就会觉得 那个意识状态 就是它的老家一样舒适 那么如果 你想把它们 从那个意识状态里 拉出来 它们就会 局处不安 心神不宁 不明白自己 内在发生了什么 它们事实上是渴望 保持一个 没人能够理解 它们是这个 它们是那个的感受 因为 它们深爱着感受 以这感受为乐 如果你试图 从这个 它们深爱的状态里 把它们拉出来 它们不会喜欢 你这么做的 它们正爱着 这个感受 好了 别让自己 也如法炮制 就够了 告诉它们 要怎么做 假如它们 那么做了 它们就会 从那意识状态里 退出来 人们会给你打电话 并跟你说 听我说 我想这么做 谢谢你 这就足够了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等一等 它们会极力跟你说 我必须得告诉你事实 于是它们 要把你绑在那儿 听它解释 如果你允许它们 这么做 那就结结实实地 给你 抱怨 一个半小时 会给你摆出 所有事实和道理 来解释 之所以 这根本做不到 它们陈述 它们所想要的 然后它们会 再进一步 告诉你 它们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 是不可能的 那么 你就知道了 它们就是刚才说的 它们喜欢生活在 那样的方式里 它们会以 那个方式 走完 它们的人生 内威尔 1953年演讲 改变 那个 感觉上的我 为了照顾一下 那些上周 没有来现场的朋友们 请允许我 用点时间 把上周日 所讲述的内容 在这里 做一个简短的概述 我们断言 这个世界 是一个 意识的显现 而那些 个人所处的 生活环境 以及生活条件状况 它们都 纯粹是 个体所持续 驻留的 某个特定 意识状态的 显像描图 因此 无论个体 看到它自己 是什么 把它自己 理解成什么 也还是依靠 这个 统一的 意识状态 并从 这个意识状态的 显像描图中 它们观察着 这个 它身体 意识状态 所描画的世界 所以 在它改变 它内心中的 内在概念 想法 观念的 组织结构之前 任何试图 去改变 所谓 外部世界的 努力 都是徒劳的 每一件事物的 发生和出现 都通过 规律 自诩 那些帮助 我们的人 或者 阻碍 我们的人 无论他们 是否清楚地 知道这一点 都服务于 这个意识法则 持续不断地将 所谓 外部境遇 塑造成 与我们的 内在本质 属性 和谐 一致 我们上周日 要求你们去 仔细地 审视和识别 个体的 本体 同一性 和他们 占用的 意识状态 之间的不同 个体的 本体 同一性 就是 神之指 这就是 我对你们 说的 对你们来说 对我自己 来说 我意思是说 事实上 这就是我们的 想象力 想象力 它是永恒 存在的 想象力 融合着状态 并相信着 它自身 就是这状态 以此 想象力和意识状态 就被合并 在一起 并在 每个瞬间 想象力 可以自由地去 拣选 它想要去 想象 认同和 确信的状态 这就是带来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改变那个 感觉上的我 并且我希望 我不会遭遇 同一个 反重用力 我们从 我 开始说起 我们绝大多数人 是完全 没有觉察到 根本认识不到 这是我们真正的 很珍贵的 自我 我们从来也 没有好好的 看自己一眼 所以我们 并不明白 这个自我 因为这个我 没有面孔 也不具有 外观轮廓的形状 但它确实是用 所有它同意的 认同的概念 想法观念 乃把它 自己塑造成 某种 组织结构 并且 我们中 很少有人 清楚地知道 究竟 我们都相信了什么 我们完全 没觉察到 缺乏思考的 盲目相信 以及 依赖物质 肉体感官 意识的狭隘视野 所导致的偏见 这些在 数量上 有多少 无数技术的 迷信 偏见 和成见 都在塑造着 这个内在 没有轮廓形状的我 而这个感受形式 这个概念 想法观念 和感知的 组织结构 就是它 投射着一个人的 外在环境境遇 投射着一个人 生活的条件状况 那么 这里有段话 你们回到家 请你们 仔细认真去 阅读它 没有人到我这里来 除非我叫它来 你没选择我 我已选择你 没人能够 拿走我的生命 除非我自己 把它放下 没有任何力量 从我这里 减损拿走 任何东西 那是属于我内心的 内在安排 布置中的部分 所有你赋予我的 除了对毁灭之旨 或者上帝 存在于外的信念之外 我都保有 我都保有而无一遗漏 没有什么能够被失去 能够被减损 除非因为相信毁灭 匮乏无力的概念 我现在不会去设想减损 对于你已经赋予我的任何事物 那都是好的 完美的 因此我清洗掉了我所有的成购罪障 它们通过真相而被净化 我净化了我自己 我批准我认可我自己的神圣和完美 因为我净化了我自己 于是 它们也被真相所净化 现在 我们如何去改变 对于我 它的觉知感受 首先 我们必须去探索 这个我 我们通过一个 不加负面评判态度的 一视同仁的 单纯的观察力 来对自我 做一番细密深入的观察 这会显露出 自我病会让你感到震惊 你们会完全 我不是说恐惧 而是很惭愧地羞于承认 你见过这样一个卑微的人 这样一个低等动物 在一个完全独立的 雄鸡叫响之前 你们将会否认它一千次 你们然后会找到答案 原来是神他自己走进了这个卑微的构造形势里 你们不能相信 这就是你们的自我 那个你们曾经随身携带的 被你们誓死保护的 被你们找各种理由来开脱原谅的 被你们认为正当合理的自我 谁知 你们就紧跟着 开始转变这个自我 通过一个不加批判的 一视同仁的单纯的观察力 你以此发现了这个自我 对这个自我做着觉察 因为对自我的无怨接纳和承认 是这个世界上道德和精神问题的实质 这是真正的人生观 生命观的说影 因为这是你所观察到的 任何事物的独一无二的唯一使因 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 是属于你的内在自我的 自我表白和共认 然而你并不知道 也没有觉察意识到 你的自我在供人表白什么 没意识到 自己是在用你自己内在中 所具有的概念想法观念 来描绘这个世界 你们描述着别人 你们描述着社会 你们描述着 你们所观察到的事物 透露出某个知晓 这意识法则的永恒存在 这存在恰是你真正的自我 当这个真正的自我被接纳时 那么你就能够开始转变 当人们要吃饱 要穿暖 要庇护 要获得这一切的时候 发现最大的敌人 竟然是自己 但是当我们明白真相 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这样 此时 他开始感到惭愧 他为这样的生存方式 而感到万分惭愧 因为我可以毫不费力地 把我有的分享给他人 把我多余的衣服送给他人 我开始自我发现 并且开始自我转变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几年前 在这个城市 我正在做一系列的演讲 我做演讲的那个地方附近 下面有个湖 我甚至不记得那湖叫什么名字 但它好像是官员山庄的一部分 在那次聚会之前 观众中有一位先生来找我 他穿过街道走进那里的一个小公园 他对我说 他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 根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 但是 他说 你还不了解我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健康状况的问题 我向你保证 这是一个我肤色的问题 我回答说 你的肤色怎么了 你的肤色在我看来很完美啊 他说 看看我皮肤的颜色 我 由于我生下来是这个肤色 而遭到歧视 在这个世界里 发展的机会都拒绝我 仅仅是因为 这生来就有了肤色 我是个有肤色人种 在每个领域里的发展机会 都在遭遇限制和拒绝 我不能进入那些我想要去定居 想要安家的社区 我不能进入那些 想去开个买卖商号的地方 于是我告诉他 我来到这个国家的世人经历 我没遇到他那样的问题 但我在所有美国人之中 是个外国人 我没发现这有多麻烦 但是 此时他打断了我 但是 你说的不是我的问题 内威尔先生 外国人跑到这里来 说话带着口音 但他们可没有我的肤色 你要知道 我出生在美国啊 我生下来就是美国人 然后 我跟他说了我自己 在纽约市的一个经历 如果要让我说我最看重的老师的名字 我愿意称他阿卜杜拉 我跟随他学了五年 他有和你一样的肤色 这先生和你一样是黑人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去把他当作一个黑人来看待 他对他自己是黑人 无比自豪 从不想去对上帝赋予他的肤色 做任何修饰 他曾对我说 你看到过尸身人面像吗 我回答 是啊 看到过 他说 他象征着宇宙四个固定不变的四分解 你能看到他上面的狮子 鹰 牛 以及人 而人 在他的头部 这被叫做 尸身人面像的皇冠 而就是这个套在一个人头顶的 这皇冠 始终挑战着 人的认知 无适于 去揭开这皇冠的秘密 但是仔细地认真地审视着头部 内威尔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谁塑造了这个头部 这个头部一直是一个黑人的面孔 无论是谁塑造的 它是一个黑人的面容 如果这依然挑战着 人类去揭开谜底的能力 那么 我 因为我是一个黑人 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我见过科学家们 医生们 律师们 银行家们 来自不同生活道路的人们 都谋求见一见阿卜杜拉 而且被允许去他家 和他谈的每一个人 都感觉自己很荣幸 如果他被邀请去什么地方 他始终是被看成尊贵的客人 他说 内威尔 你必须首先从自我开始 找到自我 不要因为你曾经的生活状态 而感到羞愧 去发现自我 并且开始去改变这个自我 就这样 我把阿卜杜拉所教导过我的 全部告诉了这位先生 除了他自己心里的安排布置之外 再没有能导致外部环境的事因 如果他被歧视 这不是基于他的肤色 尽管他向我展现了一些表面现象 好像所有人都拒绝他一样 全世界都在否定拒绝他进入某一领域 使用某些区域的机会和权利 但那些表面现象 只是因为在人们的内心里 形成了这样的认知模式 并且用这些模式 来把他们现在所谴责的事物 他们自限于其中的那些不幸的境遇 都吸引到他们自己身上 然而在人的心灵之外 不存在自我之外的任何外部力量 去给人带来任何影响 他完全是遵循着他自己内心的安排布置 依循着他在摇篮里 就已经同意和默认的带有限制性条件的规则和束缚 并且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慢慢地适应了 习惯了这些条件限制的状态和环境 到了成年 他醒悟到去相信自己 考虑那些他不得不考虑的 面对那些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但没有到我面前来 除非我叫他来 于是一些人跑去谴责或崇拜 他们来不了 除非我召唤他们来到 没有一个被叫做内威尔的人 因为那个隐隐的存在 他不叫内威尔 那隐隐的存在是我的所有信念 所有我默认和同意的事物 观点想法 全部加在一起的总体 这种和起来的东西 组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模式结构 就是这隐隐的存在 把与他和谐一致的事物 吸引到他身上来 就这样一番交谈之后 那个人走了 带着他自己的纠结和斟酌走了 他不相信我告诉他的所有内容 但是上周日早上在休息室里 他来到我面前重续友情 他给我开了另一扇门 向我展示着这番教导 所带来的成果 他说 内威尔 我几乎用了三年时间 真正地超越了那些僵化观念 我 由于出身的偶然性 成了二等公民 但我超越了他 现在你看 这是我在威尔西尔林英大道的办公室 我选择这个地方 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选择 我有四块同样完美的地方可以选择 我选择这个地方 是因为它有更完善的电话通讯设备 但其他方面也都很好 现在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现在可能择不出 我从这个办公室 获得多少进账 这收入就跟这地方一样棒 一切都很好 但是内威尔 今年我会净赚 25万美元 这很不错了 在美国 这依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 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 都是很惊人的 即使在神话般的美国 一个人能净赚25万美元 也事实上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的阶层了 就是这同样一个人 在几年之前 他告诉我 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作对 都在拒绝他 否定他 就因为他出生的所谓偶然性 他的那个黑皮肤 然而现在 他明白了 凭借他所认同的 他所确信的 意识状态的力量 他就如他所示 他是他所确信的那个人 他拥有选择权 或者回到他童年 就带有的限制束缚里 继续相信那些头脑里的故事 或者沿着他已经找到的 自由和自主的道路 继续前进